巨大的火箭載著獵戶座太空船升空往月球出發 NASA終於啟動重返月球的阿提米斯計畫 兩度燃料外洩還遇到颶風攪局 獵戶座太空船升空可說是一波三折 不過現在他們終於傳回第一波太空舞降 儘管阿提米斯計畫是無人登月任務 但是獵戶座太空船上還是有代替太空人的乘客 史努比是無人登月的標誌 他會穿上太空裝 所以你能看到無人登月的標誌 看到史努比飄起來 NASA就知道太空船脫離了地球引力 不過因為史努比太小隻了 要讓他穿上太空裝 還得另外花費一番功夫重新設計 因為他們太短了 所以我們把手臂和腳的距離 加上太空的距離 不然我們現在都不會有空間 我們現在有空間 頭罩也要特別設計 才能符合史努比的頭形 裝下他的長鼻子 同時展現專業跟可愛的形象 其實史努比跟NASA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阿波羅一號 當時史努比銀直別針 是作為太空工作的獎賞 阿波羅十號的探月艙 更是以史努比命名 史努比也就成了NASA特別的吉祥物 TVBS新聞余世穎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